堅定信心、抓緊機遇、推動高質量發展 財政司司長昨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 有沒有一些措施能力增加信心 又或者找到新機遇 財政預算案你最關心哪個範疇? 泰糖 信風水 切辣 政府說會檢討兩元乘車 為你怎樣看? 不用檢討,60歲開始是應該的 老人家當然不好 多少錢都好,就是應該有權利 兩元乘車,走走也好一點 政府給八成,他們出兩成 減少了亂乘車的優惠 減少最多三千元,對你有幫助嗎? 不夠 其實是否都要給的? 公共財政是大家要負擔的 財政預算案在公共財政方面 今個財政年度的總開支 達七千二百七十九億元 應對疫情及外圍環境挑戰 令財政儲備下降 現在約有七千三百三十二億元 政府落實一套全面的財政整合計劃 以折留為重點 但亦以務實態度增加部分收入 力求在幾年內 令政府回復收支平衡 二零二三二四年度的財政赤字是一千零一十六億 而二零二四、二五年度就預計為四百八十一億 你有甚麼看法? 其實影響今次香港財政主要是賣地方面 在下年賣地預算期都調低了很多 調低到三百億左右 我覺得都是合理的一股算 但由印花稅調高了 希望設立令到股市交投 樓市交投會成交多了 如果真的這麼好情況之下 四百多億是一個赤字合理的 另外一個變化大的就是投資收入 現在投資收入都接近一千億了 都是比較穩定上升 我覺得都是可以有一個固定的收入 稅項方面 新諷稅實施兩級制 你怎麼看? 影響的人不是多 始終五百萬不是一個小數目 香港找到五百萬的人不是那麼多 當然對庫房貢獻也不是那麼多 政府大概估計九億多 但如果兩級制永遠在 永遠都會有人隨著通脹 隨著一個經濟好 而跌入這個網 我們希望由九億多慢慢增加多一點 這個政策也不會影響一般市民 主要是能者多負 預算案亦提出基建的優遣緩急 而同時間亦增加了基本工程開支 去到九百億 那是代表了甚麼? 以前每年都有六七百億的基建開支 因為現在北部都會區要上馬 有些特別的基建 所以去到九百億 其實都是相對我們高峰期的時候 例如那時起機場 那個情況是少了一點的 如果不是我們財政都有限制 我想相信不止九百億這個數字 但基建之中都是我們香港長遠發展 一個必須的投資 兩元優惠計劃和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都說會檢討 你有甚麼提議呢? 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限制兩分搭車 每個月的數量 即是老人家拿著兩分搭車 可能每個月限制一個平均的數 例如去年做參考 如果你限制這個股定 那增長就會慢了 這是怎樣的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 直接和交通工具 運輸公司去談判 我去年就給了這麼多錢 以後都不會加的了 如果今年是多了 希望交通工具公司自己去承擔成本 政府的開始就會固定了 第三個方法就是避免長車短搭車問題 但怎樣避免長車短搭車問題 我們可以像韓國這樣 巴士要拍兩次卡 上車拍一次 下車拍一次 長車搭一個站都是收比較少的錢 我們覺得政府可以強制巴士公司去推行 上車也要拍卡這個行為 預算案表示會投放大量資源在醫療衛生範疇 2024、25年度的經常開支 預算達1095億元 佔政府經常開支約19% 政府承諾會持續保護公眾健康 做好基層醫療工作 並提升醫療服務質素 和促進醫療產業發展 預算案提及的醫療衛生重點是中醫藥發展 和相關人才的培訓 你有甚麼看法 這當然是好 中醫藥發展 但我們要看幾件事 第一就是中醫診所和中醫醫院的配合 第二就是中醫醫院和其他醫療服務 包括可能長者服務的配合 第三就是中醫醫院和其他醫療專業人員的轉介 現在中醫醫健通 只有6%的中醫用了醫健通 是否可以增加中醫對醫健通的使用 配合中西醫的協作呢 醫療人員的培訓 這當然是好的 但也要看新增的專業醫療人員的學額 其實是要和市民所需要的醫療方面配合 我們也是期望政府的醫療人員推算 這個結果是盡快出台 長者醫療方面 社區券會擴闊用途 而這個軟社券會增加派發 你認為足不足夠嗎 如果理解就是 擴闊去到一些樂齡科技產品 這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擴闊之後 都是要有些渠道 令到長者去了解到 究竟哪些樂齡科技產品 是可以在社區券裡面去適用 或者可以在長者經常去的社區設施 包括地區看見中心等等 是增加一些樂齡科技的展版 其實長遠來說 我覺得政府是要去 用一個叫做居家安路的模式 除了是增加多染色券之外 是鼓勵多些 例如私人企業的參與 去一些長者房屋 令到長者可以去居家安路 減少使用這個醫療服務之外 亦都可以去減散醫療資源 隨著人口老化的問題 預算案提及的醫療衛生措施 足不足夠 可以在一些現有做得比較好的 醫療措施裡面去優化或者增加 例如萬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 即一些社區治理 這個其實是可以去更全面 去預先減低一些市民的 萬性疾病的一些風險 間接來說 其實都可以去減低我們的醫療支出 這個也是長遠來說 我們覺得是應該去進行的一個方向 無論醫療、教育、社福、建設、土地 各方面都需要社會各界通力合作 令香港的資源可以善用在真正有需要的項目上 令更多人受惠